你觉得小薇长得帅不帅? 我的想法跟他一样 那小薇做评测是不是做得特别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那我们今天评测你好不好 你是不是一个垃圾桶吗? 对,那就像我开头所说 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就是这么一个垃圾桶 那就像我开头给大家说的一样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产品主要是一个垃圾桶 那一个垃圾桶到底有什么好去分享的呢? 我今天想分成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垃圾桶的一些基本的特性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外观或者说它这些材质方面的 第二点就是它到底有哪些功能 它的功能性能做哪些事情 最后一点就是这样的垃圾桶 可能我们平常不太见到这种形态 这种垃圾桶适合放在哪些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外观 它是一个全塑料的一个桶身 就整个桶都是一个塑料的一个材质 它的容积是实身的一个容积 然后它的形态主要分为三个 一个是最上面有一个它的盖子 然后里面有一个来固定这些垃圾桶的 一个压板放在里面 然后最后就是它这个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就是一个 也不是原住的一个低字形的一个桶身 它的容积是实身 那这就是它我们能够展示的外观 它一眼能看过去的一些特性 那第二部分就是它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些特点 首先它是一个这个智能垃圾桶 它上面有一个感应区 还有一个小按钮 这边是一个指示灯 OK 我们现在关机状态 我们现在直接开机 开机了之后这个绿色灯就会亮 然后我们从上面挥用一下 它的盖子就会自己打开 那它这个打开的高度是一个范围 那可能我们在这儿它就没有办法打开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关机 关机之后我们去直接长按这个按钮 并且把手放在一个你想指定的高度 比如说我在这里 长按它 OK 它的灯就闪烁了 它就记录了刚刚我去学习的高度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挥舞一下 它就可以打开了 那它的这个后方呢 有一个这个电池盖 里面有两节这个5号电池 装了两节5号电池呢 据说是能够提供这个半年的这么一个续航的 那还是它的功能就是很简单 那我们手挥一下 打开盖子 然后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自己关上 这就是这个垃圾桶的全部的功能了 那当然智能功能以外 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隔层 我们就是这个固定这个垃圾桶的 我们这边拿一个垃圾桶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垃圾桶放进这个垃圾桶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 固定这个袋子的东西 压住这个袋子 OK 这样垃圾桶固定了 我们把盖子盖上 那这样子我们 到了垃圾之后 东西在这个垃圾桶里面 然后我们稍微清倒的时候 就我们拿出来 打开袋子 OK 终于把这袋垃圾 就到了 更换一个新的垃圾桶 那这就是它的功能性 那这些东西我展示了之后 其实这个垃圾桶呢 所有的外观啊 功能就其实全部讲完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垃圾桶 它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 但是这种东西 我觉得有一个点 还是非常值得了的 就是这样的东西 到底适合分在什么样的地方 因为它的售价也要一百多块钱 那我们为什么要购买 一个这样的垃圾桶来去使用 那我想了一下 首先有两个地方是非常适合的 一个是餐厅 一个是卫生间 为什么这两个地方 适合放这样的垃圾桶呢 因为它的盖子可以关上 它自动关盖 你有时候去厨房 你可能手上是湿的 或者说 你需要丢一个湿的东西 那放在这样的垃圾桶里面 它的味道不会散出来 那厕所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把手指放进去 它也会隔绝气味 所以这样的桶 非常适合放在卫生间和厨房 我又想一下 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很适合的 就是我们的客厅 因为比如说你的客人 到你的房间来 一进来之后 看垃圾桶里面全是垃圾 不是很优雅 如果说你放一个这样的垃圾桶的话 其实它一眼看过去 是看不到你们的这些垃圾的 所以它放在客厅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这就是这个垃圾桶的 全部的内容了 它的名字叫 这个蜡士达的垃圾桶 然后它也是在这个 小米油品上是有瘦的 我看一下最近有活动 应该是109块吧 然后送几个垃圾桶 我觉得这个价格 其实是不便宜的 但是如果说你放在隔绝气味 或者说你希望你的家里 看起来比较优雅一些 其实还是值得买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两个需求 你只是想给卧室 去买一个普通垃圾桶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买一个 更普通一些的垃圾桶 会更适合你 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这些各个平台账号 我的ID叫 打不死的小微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垃圾桶呢 你可以去这个小米油品上 去收这个蜡士达智能垃圾桶 去进行一个购买 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